大家好,我是羅景佳醫師 正值冬天轉春天的換季時刻 肌膚問題預裸花嗎? 現在就讓我傳授你幾招養膚密集吧 醫生醫生,我本來就是容易變黑的體質 所以我一直都很認真稱讚防曬 為什麼我還是容易變黑,甚至長斑呢? 天氣回暖,太陽逐漸露臉 紫外線指數越來越高 出門前記得使用陽傘之外 記得要塗抹青彩肉排晶透防曬乳 阻絕紫外線 擔心暗沉斑點的人 可以安排施作彩蔥光,平秒雷射 抑制黑色素的形成 慢慢找回肌膚原有的明亮喔 醫生醫生,我最近出門的時候 就覺得臉好癢好乾喔 而且我隨便抓一抓,它竟然就脫皮了 而且我的兩頰也很容易泛紅 可是我已經明明每天都有乖乖的擦乳液啊 為什麼還會這樣? 在這忽冷忽熱的天氣 肌膚容易敏感,甚至會紅氧脫屑 這時候建議可以進行敷面式的離子導入 加強保濕 或是搭配使用居家的 辛彩奇蹟修復精脆 雙管齊下解決肌膚乾燥缺血的問題 醫生醫生 現在空汙越來越嚴重 我現在出門都還要戴口罩耶 然後呢,我老是覺得我的臉洗不乾淨 毛孔被悶住的感覺,到底該怎麼辦呢? 空氣中含有廢氣、沉煙、二手煙 還有懸浮微粒等等 清潔肌膚可不能馬虎喔 洗蟹合一的辛彩結煙蟹磚慕斯 無論有沒有上妝都可以使用喔 也可以試試水飛縮療程 深入清潔毛孔 有效去足油脂雜質 醫生醫生 你看我臉怎麼可以這麼的油 我既不熬夜又不吃油炸食物 而且我生活作息都很正常啊 為什麼我還是一直長痘痘 還有冒黑頭粉刺呢? 季節交替時,角質層容易堆積阻塞 肌膚就會出油大暴走 辛彩皮質調理精華 搭建皮質防腐碗 幫助舒緩肌膚 做加上新人酸患膚 抑制皮脂腺分泌油脂 代謝老肺角質,效果會更好喔 急退換季肌膚問題 請找星河醫美